整身不自在 那倒是呀 不要說住醫院那麼大吉利事 下午先住五星級酒店 都全身不聚財 這些叫做農床不如狗盜 老婆 所以一輩子最怕醫院 根本隨難頂 你做好意思說 老婆入了醫院 你連看也不看 我們病房的人 都以為我老公過世了 這次搭傷 如果不是住醫院 保險公司哪裏可以賠 這次保險公司肯賠錢 都是多得杏子 大哥 你們說的杏子是甚麼 賺錢 老婆說請杏子吃飯 不是 應該的 真的嗎 我要看杏子這時候 不用問了 明天週末 是嗎 杏子又不是女朋友 為甚麼這麼多事 我三哥高興而已 怎樣 明天為福留來 好 明天不行 為甚麼 明天杏子已經在鳳城酒家 訂了一個房間 請我們大家一起喝早茶 那邊好意思 明天嗎 是呀 商量都不商量 明天就明天 好像沒有誠意 老婆你明天有空 對 是我不對 我沒有提前通知大家 但我想每個星期六 大家都一起喝早茶 所以想明天就一起去 我們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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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行了 二嫂 你沒空的話 或者叫杏子下次再請你 那又不用 那又不用 我約了別人打麻將仔 對嗎 將來約會 那好吧 到時一起去 那看看 送些甚麼給杏子 才行 媽媽 不用了 只要你和爸爸肯給面 杏子會很高興 當然 你爸爸 我不一定會給面 真是的 說回來 杏子是做保險公司的 是嗎 幫我們拿回賠償金的應份 是嗎 純粹人情 對於她來說 小儀方 十七歲 這樣也不是這麼說 二嫂 話說回來 我覺得你適合做保險 我 是啊 你想想 以你這麼聰明 聰明 過幾天 保險公司的錢 都離開我們家 這樣就好了 所以應該快點轉行 好 來小姐 來小姐 把剛才先點的東西 先送上來 等一下 來康姆 這是你最愛喝的單蔥茶 謝謝 阿嫂 這是你最愛喝的菊花茶 我愛我 可以嗎 你看看阿姨給你帶甚麼 她是不是要包一點 謝謝 謝謝 不用謝 這上次是我們說好的對吧 耶康伯 這是你最愛吃的蝦茶 不客不客不客 還有凤枣 那那麼多 快點好了 嘿康姆 這是您最愛吃的單蔥 阿哥阿嫂 這是你們最愛吃的青菜 好多謝 還有蝦筋 大哥 你愛吃的是肉包 好多謝 還有牛肉碗 三哥 做足了功夫 我认识最近生暗瘡 吃到喜欢吃的煎炸药 齐祖 这是桂苓糕 对你很有益的 桂苓糕 我现在刚刚吃 大家还有什么不要客气 尽管跟小姐讲像一家人一样 你也许一家人 哎 有没有田仔组啊 竹子虾 喝茶而已 吃什么竹子虾才行 妈妈说他今天有人请 我要吃七种吃的 你这个臭小子 一无理亏他 我叫你点点心吃的 没关系嘛 我们早餐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嘛 哎 小姐 有没有猪鸡虾 有啊 在更多人留两斤好吗 不用不用 小哥想吃而已 半斤就够了 好啊 那我先帮你下单 那你妈坐 这里的小姐就认识热情 恒子 这次好多得你 不是我怎么会赚了一笔保险金 啊 哈哈哈哈 胡小姐啊 这我们以后买保险啊 有没有那个 折头的 二嫂 你没难免人家了 齐祖说得对 我真是没有办法给你打折 哎 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些很好的选总 一定帮你满意的啊 哈哈 也是嘛 妈 不要只顾着聊天啊 吃夜先啊 哈哈哈 哇 怎么样 对我今天的表现满不满意啊 这个 很难说 哎呀 你这没良心的 不过 我要是星探的话 我就会跪下来求你 陪我回去拍电影去 你这坏蛋 怎么骂人呢 我怎么骂你了 你说我在演戏 那就对你这样的人假惺惺的 哎呀 瞎子都看得出来 你对我家里人啊 是真心实意的好 你知道就好 嗯 经过这几天 我跟你家里人的接触啊 也算扭转了局面了 嗯 我现在对我们的将来 非常有信心 那以后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来我们家了 哈哈 哎呀 谢谢伯母啊 哈哈哈 阿姨啊 是 你买了什么时候的飞机票啊 哎呀 好日的 哦好日的 只要难得去上海公干嘛 所以我特意请假 陪他一起去玩 是啊 那就对了 要你陪他玩到哪里都得了 哈哈 哎呀 国家要公干了吧 你不去玩嘛 要不去玩嘛 要不去玩嘛 要不去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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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呀老爸 你们两个老呢 都要去上海玩一次 就是啊 好啊 现在呢 不流行去上海的了 那些广东人啊 最喜欢出国旅游的了 哎呀 阿姨啊 真有说错了 现在广州人啊 都喜欢去西部 穿越沙漠 攀登珠峰 是呀是呀 这才是最昂贵的享受呢 是啊 你想想想 拿一条命去玩啊 你是不是最刺激 最昂贵呢 不是昂贵 我觉得昂贵 不是这么说的 你想想想 这个世界上 很多状态都是些傻贵人做出来的嘛 那也难怪了 现在文化层次低的人 很难理解这些 什么文化层次低啊 你现在说谁啊 我就不会贴纸马云寿 难道我文化层次低啊 老爸 吩子不是这个意思啊 别解释了 我们家里人文化层次低 配不上文化层次高的人 对啊 康婆康审啊 你们要在上海买什么东西 尽管跟齐儿讲啊 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带回来 其实呢 现在又不是经济困难 广州啊 什么都有 啊 以前啊 广州的产品都不知道 多抢手的啊 老爷 那就随你们的便吧 那我先走了啊 哎呀 康审了 再见啊 爸来了啊 再见 来 你干什么啊 人家是不是有意的 什么啊 你听我说话 居居居居心惨的 哈 入了门还得了 哼 那就是了 我看过的幸子 都不是善男顺女 嗯 奶奶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呢 她每次来我们家 哇 似乎一只线 没一次相同的这些衣服 比百变胡艾芳 有什么呢 年輕女兒喜歡打扮是很正常的 加上幸福好漂亮 再穿,真的很搶眼 你不看,她每次穿的衣服 愧馬六 我怕在街坊看到,以為她是那些 老爺,那個三嬸說 你們是三叔 是不是找一個女朋友做模特兒 說明她的人是妒忌 是呀,這麼多人妒忌她 不過說實話 像恆子那樣的條件 她怎會看適合我們三叔 那我們阿耀現在很差嗎 我只是說一句 大家都知道 那些上海妹妹眼角很高 除了她們上海就沒有地方好 只知道去外國 有些知識的人 有些人漂亮一點 全部能嫁給什麼 有錢人、外國人 哪會看適合你們廣東人才行 我現在最擔心阿耀就被人騙 是呀…沒錯 是呀…你覺得現在很多錢 是…騙財就不是,騙色就真 我的意思就是說 等她騙取了感情之後 騙一間總屋 一去就十天 媽媽,三哥有沒有叫我們去接她 她打電話回來沒說 要不需要呀 又不是去香港 要多少東西帶回來 現在不同 現在上海有很多好東西 拉叔 和三叔在上海裡玩得這麼開心 不捨在家裡 聰明 沒理由的 上次去香港也沒有逗留那麼久 難道上海比香港還好嗎 不同的 香港是有限期的 上海政府也不會趕你扯的 不是 我想老三哥羅賓師傅的原因 和上海政府是無關的 肯定他身邊的那位小美人 你知道了,老媽子 這些東西都給了我 你就是你的,怎麼辦 小心呀,小美人 美女蛇 總不知道你這個壞事 就是了 那單位會不會處分她 現在還有誰怕處分 打工好像拍拖 對就拍,不對就散 無所謂的 說不定 三哥已經在上海找到新老闆 也不頂的 甚麼 拉叔說得有道理 我聽說 上海醫額天地都是黃金 有很多村外面打工的上海人 都回到上海掘金 那不定恆子 留下我們三叔 在那裡發展也不頂的 那倒不 那如果要留在上海 我豈不是很難見得到他 總之這個兒子就打輸了 不用說了 恆子家裡又沒有藍丁 說不定我們三叔被人招囊入社呢 老婆,你不是說就說吧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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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